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小刚唐振刚,小蛮王承嫣,王月妍及伏地又借主演的舞台剧《被婚男女》, 昨、二十分之四,其一连四场的台北首演演出,该剧描述同志假结婚议题, 舞台剧内容直逼观众内心深处,场内不时传出啜气声。 王月妍请出好友白佳琪到场力挺,恰巧当天是白佳琪生日, 王月妍日前就对于不能参加好友的生日派对感到抱歉, 但白佳琪一起与一票好友自掏腰包买票站台, 只说我的生日派对就是来看舞台剧首演,看好戏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, 让他感动好友向庭,预计台北首演场后,邀约白佳琪等姊妹陶大科海鲜聊舞台剧演出新德。 王月妍日前在发布会时,提起父亲去年过世, 来不及看到他人生第一场舞台剧演出眼泪潸然落下, 此次在舞台剧门票开卖时, 他特地请经纪人在第一时间上网买票,定下父亲生日的座位。 王月妍透露,在首演演出的过程仿佛听到父亲轻声地对他说, 女儿,不要紧张,有爸爸在。 最后在羡慕时,也依稀感觉到父亲坐在观众席给予他热烈的掌声。 讲到这段,王乐妍瞬间红了眼眶, 泪崩到导演男友前去拍拍他安慰,才稍稍抚平情绪。 北昏男女二十分之四起北中南巡回演出, 一分之六到三分之六将回到台北国家戏剧愿家演四场, 售票详下两厅愿售票系统, 购票连结, https, glu, glz, pnsc.i. 王乐妍, 左起, 小蛮, 唐振刚, 福帝右借演出舞台剧被昏男女。 故事工厂提供, 王乐妍, 左, 与小蛮演出舞台剧被昏男女。 故事工厂提供, 王乐妍, 左, 演出舞台剧被昏男女, 姊妹淘白加戏站台相挺。 故事工厂提供, 妄想得非常好, 故事工厂提供, 不, 天空,